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大自然的美 渾然天成 现代人总是为了工作忙碌着 每天生活的步调又快又紧张 但只要走进大自然 马上可以让身心灵瞬间沉淀 沉静 当你静静地看着花草树木的各种姿态 所有的烦恼也随着烟消云散 静人陆凯曾做了一首梅花诗 折花逢艺史 寄于龙头人 江南无所有 辽赠艺之春 这首诗当中也提到 他将友人相赠的花枝 顺理成章地插于沉水的器皿当中 这正是插花艺术的起源 插花艺术发展到现在 许多人认为只要适当地 截取树木花草的枝 叶 花朵 插入花瓶等花器中 再现大自然的美 就是一种能将艺术和生活 结合的美的艺术品 而这样的自然之美 随手可得就在你我身边 大家好 欢迎收看 这就是美 欢迎两位小主播配合还有依涵 各位 你们看到我们呢 其实又出外景了 没错 今天这一集我们就是要来感受 大自然之美 现在来到这边 想要来问问两位小主播 你们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地方 是让你们觉得真的是好美的美景 也让你们有那一种 看为观止的感觉 我觉得啊 我之前有去过南投的日月潭 真的非常漂亮 因为那时候是晚上 然后月光倒映在湖面上面 那时候的湖是深蓝色的 深蓝色的感觉 那你呢 佩恒 其实我也没有什么比较特定的 不过我觉得就是一座山 然后有可能有湖泊 或是一些溪流 我觉得这样就还不错 其实佩恒真的是个好孩子 我记得啊 你都会常常觉得说 你没有特别觉得 一定要什么样很好 只要跟你的家人相处在一起 到哪边你都觉得非常漂亮 对不对 好 那我就想要来问问两位 如果又有一个方法 我们就可以把这些山上的这些美景 大自然啊都静收在眼底的话 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方法呢 我觉得呢 可以把照片放在VR虚拟洗镜里面 然后这样的话用VR就可以看了 就是说你想要把山上的这些美景啊 用VR这样子把它截取下来 那回家的时候戴上VR的眼镜 就可以看得到 很棒哦 Good idea 那你呢 我觉得可能就是到 可能一个地方有玩的时候 然后你觉得这个地方很漂亮 你可以用相机把它照下啦 拍照 对不对 然后如果你时间比较多的话 你还可以写声 这两个方法其实都很好 但是我告诉两位哦 其实啊 我们真的可以把山上的这些花草啊 树木啊 这些这种美景的样子啊 都带回家哦 真的吗 我们靠插花就可以办得到咯 真的吗 我有认识一位老师 她是花艺设计老师 叫做小柔老师哦 她就可以利用插花的方式 把整个大自然都搬回家 那我们还等什么 我们赶快走吧 那人就在山上 她已经跟我约好了 那我们一起去找她好不好 OK 那就靠你们两位了 走 有看到吗 要仔细看 老师呢身上有一个竹楼哦 那边真的好像有个人影 真的耶 好像有一个背着竹楼的人 我们快点上去看看 好 好眼力哦 这么远就看得到 小柔老师 嗨 哈啰 我们来了 老师好 我看你现在啊 已经在剪着 有树叶啊 还有枯枝跟叶子 这个是不是我们今天要学这个 插花干的材料啊 没错 你答对了 小柔老师 韦韦姐姐刚刚说啊 我们可以用插花就把大自然搬回家 这是真的吗 当然啊 其实呢我觉得我个人喜欢的插花方式 是施法自然 向大自然去学习 那吐过我们的双手 我们的心去感受大自然里面所有的植物 那再赋予他们第二个生命 好伟大你面哦 对啊 其实哦 小柔老师啊 他就是要告诉我们说 你看用一朵花 或者是呢 一片叶子 还是一个枯枝 就可以打造出哦 这种大自然的这个奥妙 还有它的美丽哦 那我想要问哦 如果两位小主播啊 真的现在想要在这片山上 找这些植物材料 带回去做插花的话 那有没有什么样的诀窍呢 嗯 有 来我先介绍一下 我今天刚刚找到了几个花材 那通常呢 要几个诀窍 我觉得首先哦 就是我们要先安定我们自己的心 对 就是先让心安静下来 那不急着去找你要的素材 我们可以先用心去感受 这个大自然里面 你可以听到说 诶 有蚕鸣 然后走在这个树林里面 你会看到很多不同的植物 那那个时候呢 我们不用急 就先好好的去观察这些植物 的特色 对的特色 然后你可以欣赏说 诶 植物它的长相 那通常呢 我们在选植物的时候啊 都会按照你现在的需求 我们不多取 比方就是说 诶 你在地上捡的 你只捡你需要的部分 对 那捡起来的时候呢 要稍微留意一下它的正反面 说是不是有小虫在上面 然后我们就轻轻的 再把它放回大自然里 就是如果有小虫在上面的话呢 我们就要 对 让它回到大自然里 那来会会两位 正面或反面的这个植物 你们会分辨吗 就是像它这种 就是它前面这种比较绿的 就是比较属于比较深色的 就是可能就是正面 然后背面就比较浅了 对 没错 那如果以这样子来看的话呢 那这个植物生长方向 就是这个方向 那我们擦花的时候 它就不是擦这个样子 对 它就要擦这个样子 这样子呢 才会有它的这个 液态的枝没出来 对 那通常在擦花的时候 你可以先欣赏这一面 然后转个角度再看 你会发现说 它其实还是有它的正方面 你可以究竟擦这一边 还是擦这一边 你可以去欣赏 我觉得两位你们等一下 就可以好好的去注意一下 因为当我们现在这样子 心静下来 走在这片大自然当中 你就可以看 我等一下找了这个植物 它的这个哪一面的方向 是不是我等一下 想要构图起来的这种感觉 是不是 所以就可以顺势地 去注意到这一点 对 而且我们还可以注意 大自然里面树木的线条 我们可以往上面看 你看 前面这一棵树 它有树干 然后渐渐地它从树枝 开始延伸出来 那它其实我们擦花 就是要戒井 像大自然戒井 所以我们通常在擦花的时候 会取那个树木本植物的线条 就是它的姿态 那例如这样子 这个空间 我们就会把它整个戒井 然后移到室内里面 所以老师 我们所谓说 要把这个大自然给戒井 回到我们的家里面 摆设出这个感觉来 是因为说我们来到了大自然 我们把这个景象 给记忆在我们的脑子里面 还有我们的心里了 所以回去的时候 我们就藉由这些枯枝 或者是绿叶 但是我们把这样子的景象 给记忆起来了 所以回去就可以打造出 这样子的感觉 对 就可以营造像这样子的空间 我们现在就把时间保留给两位小主播 然后就让你们好好的去 在这片山上走一走 看一看 静下心来找你们想要的花艺材料 OK吗 OK 好 那就交给你们了 两位出发吧 小柔老师的花艺使法自然 采取和大自然借井的方式 把枝叶枝美带回家 佩恒和意涵听了老师的取材绝窍之后 开始大自然中的寻宝 他们会找到什么样的花艺材料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你找到怎么样 你找什么 我也找到差不多这些 像这些枯枝 枯燕 我找了蛮多这种蕨类的 那我们去找老师吧 走 好的 两位小主播呢 我们已经从这个山上回来了 看到你们呢 也非常的平心静气的 真的呢 去摘取了很多 你们觉得 想要有这种森林的样子 山上的这个美景呢 给带回来的这些绿色植物 还有一些枯枝 对不对 我刚刚看到的 感觉你们都很用心 那小柔老师 针对他们所找的这些绿叶 还有我看到有一些树枝的部分 你觉得还行吗 非常好 真的吗 对 因为这一次呢 不只我们选了一些草本的植物 我们还选了一些 有这种木本的线条 那另外呢 除了选树枝以外呢 上面还带了一点叶子 我觉得光这样子一枝 说实在的 如果有一个花器啊 然后直接这样摆着 这样感觉就 很好看了 完成 突然 对 真的就完成了 哇 就觉得好好看哦 天啊 那老师 我们现在如果就 花器的部分 我们要怎么挑选呢 首先呢 我就会建议 我们如果去户外 检拾了这些叶材之后 那回来之后 你可以就这些叶型的大小 然后去挑选合适的花器 比方说我今天要用我前面的这个花瓶好了 对 那我插了这个叶子 反而感觉它有一点太小太短 它有点缩在里面 对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会挑选 合适它的比例 比方说如果刚刚这个白色的 它或许就会比较适合 对 那现在我可能要就这一个大的这个器皿 我们可能可以先挑选一下 这边的吗 对 可能是挑选雪柳 雪柳的话是这个吗 对 好 哇 好漂亮 好漂亮哦 对 这个有没有像我们今天早上 站在树下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说 这个好像欣赏它的线条 然后这里的感觉就很像 我们演示在那棵树下 真的 首先由小柔老师亲自示范 在瓶身比较高的花瓶当中 可以放进什么样的花材 因为瓶身较高 老师先挑选了雪柳来摆放 雪柳的树枝比较长 为了让它能够在花瓶中 还能呈现下垂的线条 老师会先目测量一下需要的高度 再进行修剪 其实插花 当然它会有一个比例有公式 比方说3比5比7 对 那如果你太均利于公式的话 你就会被绑住 其实插花插到最后就是 要放掉那些技术 那怎么样用你的心 你现在的感受去呈现眼前的作品 老师那像我们这样固定这个主题 就是你第一次查下去 那这个是属于主角 然后再加上一些配角是这样吗 其实要先看说 你这个作品会不会放花 鲜花的话 那如果会放鲜花的话 鲜花因为它很明显 大家第一眼会看到鲜花 所以鲜花是主角 但是如果今天我没有放鲜花 都是绿色植物的话 那我就会以欣赏这个线条为准 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考虑说要不要再加第二支 但是呢我刚比了一下 我觉得加上去之后 好像会太多 对 那其实我觉得 我们比较这种东方的插花 就是比较倾向 多多许不如少少许 要留白 有一种意境之美 对 而且反而不是家 反而要去修 要去修剪 那其实我们借井自然 我们就是把大自然的井 移到我们室内 那现在呢 这棵树上面 它的早上我们看的 那个地上有蕨类 那我们现在就是要 用现场的这些花草树叶 然后呢 把它的瓶口做一个修饰 东方的花艺着重线条 和意境之美 当你对大自然和植物有感情 就能和自己手上的枝叶交朋友 再运用枝叶和花器的比例对称感 将花材有层次的插入瓶中 就能重新赋予植物新的生命力 我后来选择这一个是因为 刚刚这个线条很轻盈嘛 那现在家里一片整个是面 整个是面 叶子的这个面 所以你从视觉看过来呢 从很多的作品当中 你第一眼一定会看到这个 因为它很明显 那接着呢 我们视觉就会跟着这个线条开始 它的线条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开始来想说 这个线条要不要去修剪 当作品的线条营造出来之后 还要看看是否有过多过杂的部分 这个时候就要用修剪的方式 来增加空间感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刘白的意境之美了 好 现在老师的作品 其实已经完成了 那你们也都看到了 那等一下就看你们的表现了 你们要先选什么样的这个花器 先告诉姐姐 我选了我就选这个竹子好了 配合要选 因为一样是绿色的 你特别喜欢绿色的 好 所以你的花器要选这个竹子 天然的竹子 好 那你呢 义涵 我要用这个白色的小罐 这个算是一个 老师这算陶器对不对 对 它是一个陶瓷的这种器皿 好啊 老师 他们两位其实选择的这个花器 都是不一样的 那有没有就是在选的这些 绿色植物上面的诀窍 通常在配合的选的植物上面 我们都可以看到说 这个竹子现在是非常的 强而有力的 比起这些花材的话 对 所以通常这个 非常强而有力的竹子呢 我在选用花材的时候呢 我会尽量挑选一些柔软的 它可以延伸出去的 比方我们看到的蕨类啊 雪柳 它都可以尽量地去延伸 好 那义涵这边 老师他有什么 选择这个植物上面的诀窍吗 嗯 他这个我会建议呢 就是可以选一些有线条的 有线条的木本植物 然后去带出它整个的氛围 好吧 那现在呢 就把舞台交给两位咯 在进行插花之前 首先必须在花器中浇水 这样后续插入瓶中的枝叶 才能吸取水分保持生命力 义涵挑选的是柔软度比较高的蕨类 再加上枯叶做搭配很有创意耶 但是义涵换了几个角度 还没找到最佳位置该怎么办呢 它的这个方向是不是可以做什么样的调整 嗯 它都可以做调整 甚至可以从枯叶上面的洞 然后去插花 也是一种方式 枯叶上面的洞 经过老师的提示 义涵好像有想法了 因为枯叶不需要吃水 想像大自然土地上枯叶的姿态 就是平躺在地上 然后让其他生物从本身的洞中钻出 也是凸显生意盎然的一种美 义涵会做出什么样的花艺作品呢 卖个关子我们先看看配合的进度吧 因为这组织是比较硬的 所以里面就是老实说 建议比较使用一些比较软的植物 然后我就选了这种叶子 然后这两个它其实本来就是一片 只是我把它剪开 因为想说一片感觉有点太大 就把它剪成两条这样子 然后就是我在里面有查了一根树枝 然后上面有果式跟一些叶子 最后再加一些就是类似那种 绝类的那种小叶子 就是比较不一样而已 看着它修修简简的 又会做出什么样具有特色的花衣作品呢 马上就揭晓了 老师 现在针对两位小主播他们的作品 我们是不是可以再给它做怎么样的一个调整 会让它们的这个花气跟搭配这个绿色植物 搭起来会更加分呢 其实如果这个是正面的话 我会建议可能让这个叶子的厚度多一点 所谓厚度多一点就是让它是 以它原本生长的样子延伸出去 对 我觉得它这个作品非常好 是因为它的对比 对比呈现出来一个 有人可能会讲说生跟死 或是枯极跟绿意暗朗 我觉得它就是一个非常强而有力的对比 所以这个作品是非常有力道的 如果是配合这边的作品 我很欣赏它刚刚的创意 就是 你总会想要把叶子 对 剪成两半 这个也是我非常好奇的 一方面这边空间一方面 我想去学校里面有一位老师 其实它通常就是 它很多白色都是像这样一半一半的 然后做完之后就发现 效果其实还不错 那如果插花怎么样让它有意境呢 通常就是不对称 所谓的不对称就是 我们可能或许可以修一下叶子 那它有一点长短不一样 或是说我们今天都不修 我们只是换一个欣赏的角度 它会发现 这个作品它会有一个 前面深浅的方式 或是说好 我今天不是转这一面 就把它叶子 我把它转这一面 是 那它又是另外一种味道 没错 我有个小礼物 想要送给两位小主播 因为他们今天的表现呢 非常的好 是什么礼物 期待 期待 哇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这是蚕蚕 蚕吧 蚕蚕 对 其实大自然里面 有很多这些动物的躯壳 那我觉得它都可以让我们欣赏的部分 我们为这个作品增添了一点也去 哇 在作品上放上了蚕蚕之后 两位小主播的作品真的有画龙点睛的效果呢 接下来我们就去看看意涵和佩衡的华裔作品 要怎么摆放来让空间更美吧 就是 其实这个地方感觉起来就是一个 像是展览的空间了 对不对 对 我们平常都会在这边办一个展览啊 画展或是陶艺展 是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就是要给孩子们示范说 他们做出来这样子的一个作品 应该要放在怎么样的空间会是最适合的 对 待会会让你们去挑选你们想要放的位置 那我先示范好了 好 假设以现在这个桌子 现在是都没有任何的植物 那我们把刚刚插的这个作品放上去之后 你是不是觉得这个空间变立体了 对 那你在放的时候呢 你可以依据你的花器 然后去选择你要放的位置 大的空间我们就放大的作品 那比较小巧的空间我们就放小的作品 那所以老师 现在这边的空间 都是可以让我们两位来善加利用的 对不对 看他们想要放在哪个位置都行 对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说 放作品前跟作品后这个空间的差别 好哦 那我们就开始了 OK GO 在一个空旷的空间中 如何透过花衣作品的摆放来增添美感呢 看着意涵和配合东看西找的 终于下定决心 把自己的花衣作品摆放在最适合的位置上了 两位现在呢其实都已经找到了你们认为就是很适合在这个展览空间的位置了 那小黄老师他们现在摆的位置一个分别呢是在这算是这种斗柜的上头 那配合选择的是把它直接吊挂在墙壁上面 那这样子的选择是OK的吗 很OK啊 对 那唯一只有一个地方要注意的就是光线的部分 其实这个作品我们只要打光下去它一定会有影子 那我觉得光影这个就是一种跟这个作品呈现一种虚实的作用 对 所以我们可以试着来调这个光影 然后为这个作品再呈现它更多的变化 小柔老师移动了上方聚光灯的距离 把灯光直接投射在配合的花意作品上 马上在墙壁上出现了清楚的枝叶影子 这个花意作品瞬间成为了聚光灯下的主角耶 由于意涵的作品摆放的位置光源充足 墙面和柜子都太过于明亮 以至于难以凸显作品的特色 老师把旁边的灯收掉 特别放上一盏投射灯之后 不但增加了层次也更有立体感了呢 我觉得它透过这一次的外景 让我更有艺术气息跟内涵 而且在某一些节日 还可以送给亲朋好友 真的耶 很棒很棒 期待你的作品 那你呢 佩恒 其实我觉得就是它带给我可能 就是多了一些 就是更有层次的感觉 不管是这个还是 就是它有一涵的作品 其实我都多学到一些 如何让它的层次更分明 对 我相信 配合应该也是觉得很有收获 因为配合可能都会觉得说 我们植物是不是一定要达到对称 但今天我相信也会让你知道说 其实我们打破这样的框架 也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今天借由小柔老师这样子的带领之下 除了让我们认识这个整个大自然之外 也会知道说原来学习这种 东方的花艺之美 会让我们更有内涵 而且它有很多的这种 空间感的美学在里头 那也提醒大家 之后如果我们走出去户外的时候 别忘了要多多来接近我们的大自然 观察我们的大自然 细细地来品尝一下 这些所有植栽之美 那之后也可以带一些 给家里面增添一点绿色的植物 也是非常的美妙的 那我们也一起来 谢谢小柔老师 谢谢维维 谢谢 谢谢 生活每一天美感在身边 下次见了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